薇薇 這邊有兩棟房子 你覺得哪一棟比較穩 當然是這一棟比較穩 有斜撐啊 地震啦 妳看 怎麼會這樣子 波動一跟鐵絲 其他的為什麼會跟著動 念力可以任意操控單擺晃動 台北101的阻尼器 抗震原理是什麼 認識共振三要素 運動共振危機 人部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 第一部分南北東西街頭校園 還是初來內 全民一起猜科學 薇薇妳姓姓嗎 我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新的技能 我學會算命了 真的 對 可是啊 每一個問題 100塊怎麼樣 妳有沒有興趣試試看 真的準嗎 要不然妳先這樣子 妳問一個妳過去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上禮拜三喔 我想要偷看電視 請問我有沒有真的看成功 這一個如果它等一下動了 就代表它是 是 不是 不是 好 我有沒有成功 成功了 天啊 怎麼這麼做 來… 那妳可以再問一個問題 可是這次要收錢了 我這禮拜啊 我想要吃燒仙草 禮拜六的時候 我可以真的吃到嗎 燒仙草 吃得到耶 這真的比較厲害了 大師 先別說那麼多錢的部分 等一下… 等一下啦 妳如果這麼厲害喔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讓 親朋好友們 大家都來問事一下啦 走… 我們趕快跟大家連線 哈囉 各位我的科學智囊團們 身旁的這個人 我的夥伴 他說呢 他練就了一個厲害的功力 就是呢 他可以讓大家來問事 要問什麼事情都可以耶 我想要問問看說 我這三個月內 我可不可以 交到男朋友 好… 女士們 女士們 阿彎帶來啊 請看這邊 如果答案是 是 這一個等一下會 劇烈地搖晃 不是的話 這一個會劇烈搖晃 不一定的話 這一個會劇烈搖晃 來 太神奇了 我好激動喔 我好激動喔 你自己妹妹要談戀愛的 你又脫胎了 天啊 這黃妙 回我這麼久耶 太給人了啦 不然其他的 其他的人啊 有沒有什麼事情想問的 微笑 會不會中下一題的彩卷 14 這樣答案是 這樣子答案是什麼 你三個都在那邊亂晃了 哪有 我跟你講這三個 我都可以好好控制好不好 不信妳再看 試的這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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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一定的這一個 這樣子啊有沒有 不一定的這一個有沒有 我叫他動哪一個 還是動哪一個 然後說什麼得意忘形 是不是完全就拆穿他的 穿幫 穿幫 他是不是就是他 說不實在的耶 你們覺得 為什麼他這個單擺 會這樣子甩來甩去的 是不是角度啊 就是 就是拿的那隻手 要不然你們來控制我 然後我照你們說的做 那如果左手搖 會不會是下面那個長的那個搖 中間的搖的比較多 所以不是像 家庭姐說的這樣 那我如果 晃上面的線呢 用手指 這樣子是可以的 但是我剛才整個都是這樣拿的啊 是捲那個繩子嗎 就是 轉棒子 欸 這個方法 有用耶 欸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在想是不是他 有高低差 然後讓他轉有 劇烈跟不劇烈的程度 欸 這個部分沒有一定 還好想要破解我 也是沒有這麼容易的 好強喔 我突然太鼓了 天啊 那不然我們就一起來 大家好 我是 太陽戰士 太陽戰士好 柯璇妹 薄圓真的很厲害啊 他這個問世蛋白啊 剛剛好神奇喔 他要誰動就可以動 重點是他的手都沒有動耶 手沒動 對啊 那要不要再重新試試看 我希望我的額頭不要這麼亮 這個 有沒有辦法完成呢 可能是沒有辦法耶 柯璇妹 怎麼覺得有點浪漫 欸 不行啦 趕快告訴我答案 沒有啊 趕快告訴我答案 你自己看嘛 那真的不行了啦 王柏遠 根本來說你的手 其實就還是有一點 紋紋的在動 只是說你剛剛一直在那邊 講話嘰哩呱啦的 就聲東即西耶 讓我們都沒有發現啊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說 我都沒有動手啊 我都沒有動啊 其實這個時候 我還是有在動啊 你看你看 真的是對不對 錢還我錢還我 這個蛋白真的很神奇吧 對啊 而且說真的 那你真的操控得很好耶 教我教我耶小王 真正的專家在這裡啦 謝謝妹 好 接下來示範一下 怎麼讓這個蛋白晃起來 我們先來看 讓這個短的蛋白先晃起來 他按著我的動作 好 好 你看他的頭 對 對 我的頭擺動的一個狀況 會影響到這個 蛋白晃動的一個情況 對 原來科學妹的頭 也可以當作 讓它震動的 我們來看一下中間這一根 好 讓它晃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 單白晃動的一個頻率 跟我的頭 手晃動的頻率是一致的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再來 好 最後來這一個最長的 要有點感情喔 OK 有耶 OK 我知道了啦 學校就是你的頭要去擺動 但是這個擺動是有差的喔 然後最長的這個蛋白呢 頭擺動的頻率呢 是最慢的 對 然後最短的這個蛋白呢 頭擺動的頻率呢 是最快的 對吧 聰明 我試試 那我就讓這個 最長的來動喔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Yes I love you Yes I love you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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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覺得韋韋你好像還沒出師耶 什麼三個都在動 看學妹韋韋的問題出在哪裡 不同的擺長 它的自然頻率都不一樣喔 擺長長的 它的頻率會比較小一點慢一點 而擺長短的 它頻率會大一點快一點 科學妹你有一直講到說 是 那到底什麼是自然頻率啊 自然頻率呢 就是任何一個物體呢 自然而然晃動全的頻率 任何物體其實都有它的自然頻率喔 舉個例子 像我們在攝影棚這邊的一個桌面 桌面本身就會有它晃動的一個自然頻率 金屬有金屬的晃動頻率 你也有你的自然頻率 我有我的自然頻率 我只要練就的像那個自然頻率 跟它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它就會晃得越厲害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很厲害 以這一個念力百來為例呢 我們手的搖晃帶動了這一個 單白跟著搖晃的現象 在科學上我們就稱它為共振 好 我知道共振 就是當兩個物體啊 它們的振動頻率相同的時候 一個如果發生振動的 另外一個就會跟著振動 這個就是共振 共振的話呢 必須符合三個要素 第一個呢是正圓 第二個呢是戒指 第三個呢是 共振體或是被振動體 那這三個要素呢 都必須要符合 相同的頻率 共振才能達成喔 那請問一下我們這一個例子的話呢 正圓是 正圓是 那戒指是 這一個很敢 對 那 那 當然就是 可是他們三個要怎麼樣 才能達到相同的振動頻率 先送給兩位一個小獎品 那等一下呢 我們用這個小獎品呢 來思考這個問題 正圓和共振體 共不共振誰決定 哇 看起來咩 你這個禮物真的是很棒棒耶 真的嗎 我喜歡 我們來比賽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一個裝頭器呢 任意撥一個鐵絲當正圓 看誰共振的鐵絲數比較多 為什麼我一撥這個長的 所有長的都跟著一起振起來 再一次喔 等一下 等一下喔 你說上面的會振對不對 那我看看下面 這個下面變成都是下面的在振 是的 好神奇喔 好酷喔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 當它的 材質長度或是重量是一致的話 表示他們自然頻率相同 那我們在撥動它的時候呢 自然頻率相同的東西 就會跟著發生共振 太好玩了吧 今天如果我們把它改變 其中一個鐵絲的材質 我們把它塞入一個 你猜猜看 如果我把這一個 一樣長度的鐵絲 剝的時候呢 會有什麼樣的現象 沒錯喔 它自然頻率被我改變了 是 變成 所以說這個世間萬物都有 自然頻率可以跟它發生共振 是的 太有趣了啦 萎萎萎萎萎萎 你先這樣搖一下 好 搖 搖 搖了 然後呢 我們三個人現在自然頻率相同 伟伟 你不觉得 这个抓头器很神奇吗 为什么动一个全部的都会动 自然频率 这个东西也很神奇 你想所有物体都有 你也有 只要被你堆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你要不要试着跟我来试看看 这样 对 我觉得我的频率 跟你实在是不太一样啦 那你就慢慢研究 欢迎为蔡科学 科学妹请出题 大家好 我是太阳战士 科学妹好 嗨 朋友们好 科学妹 这跟我们的考题有关吗 为什么我们都有一个抓头器 那我们来看第一题 如何让抓头器只有两根产生共振 你们就想办法用黏涂 把它放到抓头器上面 不能先 不能先看提到的想法 我这边会计时一分钟 先完成的请按理抢拿 好 OK 那计时 开始 你今天怎么 因为我很有灵感啊 我也很有灵感啊 这么快 我试给你看哦 好的 这一根跟这一根你仔细看哦 哇 冰狗 好棒 好棒 这部分呢 维维先得分 谢谢 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但是我忘记说 上面的动 下面的不会动 我还想把全部的弄 满胜两根 哎哟 好 恭喜维维得一分 耶 维维的方法很好 但是还有更快的方法 其实我们其实可以把手边的黏土 只要抓好两坨 选择一样长度的这个头皮 头皮针把它给它拖下去 嗯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只要拨动其中一个 就只有哪一个会一起装动哦 是不是更简单又更聪明呢 所以我根本其实我刚刚黏土 只要用这两格就好了 其实我也成功了耶 好好玩哦 我这个就超明显的对不对 那这样子 刻选面的方式好像比较快 正确变动 这个好好玩哦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二题 又有什么好玩的在等着我们哦 第二题在进行之前呢 先使用这个弹簧 我抖出共振波 给大家做一个学习跟了解哦 好的 好 我现在抖出来的这一个共振波呢 其实很明显的有看到 有两个波腹 波腹指的是指呢 它的震荡的这个情况最剧烈的 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有几个地方呢 一 二 是的 从这个最上面到最下面 这之间都叫做波腹 对 在它正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地方 我们称它为波结 波结 这个地方叫做波结 它是很明显的看得到 它是静止在那边没有在震动的 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形状 我们称它为波形 好像我们声音的那个波形 对 那这一个共振波的一个形状呢 我们的任务是 用您的异扬指 搓进去不破坏它的共振波 先成功地坚持得点一分 我觉得有点恐怖耶 要紧张喔 那不然这样子啊 你不要玩啊 我来 你要用在哪里 你要先说 当然就是波结啊 波结的地方嘛 因为它的震动频率是最 比较没有差别的 来喔 踩踩看 成功 恭喜柏云 而且你们有发现吗 我现在右手一扬指张对不对 我左手也在这样 所以科学妹 这样柏云就得一分嘛 对不对 是的 那我直接来试试看 是这个波负的地方 波负的地方 其实我这边刚好有准备一个钢刷 把它放到刚刚的一个波负的地方 把这个钢刷弄下去的时候呢 我也试图去震动出刚刚的一个 共振波形 我试试看 好 有没有明显的发现 我们的这一个放了钢刷的地方 它的一个波负震荡形成已经被破坏了 没错 而影响了我们的共振的效果 从画面看过来 左边这一个整个波负 就像原本科学妹甩的那样 对 但是放了钢刷这边就被 整个影响掉了 是的 所以 可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东西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连结吗 好的 那我们就用下一个实验 来跟各位做说明吧 好 桌前准备了两个相同的高脚杯 那也就是他们有相同的自然频率 那我把我的手沾湿 把这边的玻璃杯做摩擦 发出了声音 而另外一个杯子呢 很明显的看到中间的这根吸管 的杯壁地方 是不是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抖动 因为吸管被它的共振给影响了 影响到了 所以它现在开始有点移动 对不对 是的 在杯壁的地方 就好比我们刚刚介绍 它叫做共振弹簧波的波护 波护 在这个位置 而在这个杯子的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共振弹簧波的波折 对 OK 所以我们在抖动杯口 让它发出固定频率的时候呢 在杯子本身就 产生了我们的共振弹簧波的一个状况 杯壁的地方震动比较明显 所以说我们只要阻止了波护 其实就可以阻止整个共振吧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准备了一个黏土 把它黏在我们的这个左方 这边的一个杯口处 很明显的发现呢 黏过黏土的这个高脚杯 已经没有看到吸管被共振 晃动起来的现象了 加了黏土之后 它的自然频率 就和原本不太一样了 所以自然频率不相同 当然就没有办法产生共振了 是的 所以第二题这个单元 是由我们的博源獲得1分 耶 好 目前的比数呢 已经变成两位1比1 赞成平手了 好 承让 承让 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 学会阻止共振的妙招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三题 会是什么考验吧 第三题是要考验 我们的博源跟薇薇 请问这三种子结构当中 哪一种子结构晃动的时候 最不容易晃 我觉得是那个红色的 对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因为红色的这个 它在中间加了一个斜称 对 感觉就很稳固啊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好 好的 晃动完之后很明显发现 A B C三个子结构当中 C斜称这个是最稳固的 我答对了 1分 1分我先按的 我先按的喔 不是 他刚刚有说请抢答吗 没有吧 好 停 其实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喔 当我把桌上这个小人 把它摆上去我们的子结构 换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这三种建筑模拟结构 遇到强烈摇晃时 哪个结构上的人叫安全 A 一般结构 B 底下有弹簧结构 C 有斜称结构 请做答 你这次很快速耶 那当然 这一题那么简单 答案就是C 有斜称结构啊 刚才我们不就已经 看到答案了 同学 错 科学妹 你这一题很简单耶 这个送分了吧 我喜欢这个太阳战士 其实两位都答错了喔 答案应该是B结构 比较安全 怎么会 可是他刚才 这个简直是很嫩Q这样子耶 真的耶 好的 我们眼见为平 那我们正式开始了 好 来 地震来了 地震来了 上面的地震来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真的 中间B的那一栋房子 明明超级摇晃 对啊 上面的人一直很Q弹Q弹的耶 那这个B弹簧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请博元出来一下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演示 假装自己想象自己是一个很硬的柱子 站稳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摇晃一下 我就这样子被推走了 刚刚没有在演戏喔 不行喔 所以相对的感觉 是不是比较容易摇倒 而不安全 那你现在让自己变得很Q 很Q 很Q 就是膝盖放软 我们再放他一下 可能他的一个安全性 就会比刚刚还要好很多 感觉好好玩喔 放软喔 放他一下 放他一下 这是游戏吗 同学 当我刚才嫩Q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膝盖好像都帮我卸压了 就像B房屋的弹簧一样 所以里面的人很安全吗 台湾有C房屋这样子的结构吗 台湾其实蛮多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有加这个C鞋身结构 那也太危险了吧 我们都住在里面耶 黑啊 这怎么办啊 OK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小PEPBO喔 当然如果处在我们的中间位置的时候 跟处在我们的靠柱子这边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我们一样给他晃动一下 看看哪一个人相对的安全喔 很明显的发现呢 靠近柱子这边的小人 他比较安全喔 难怪大家都说地震的时候 最好就是躲在柱子的 黏在柱子上面 黏在柱子上面 就比较不会被晃倒 结构的稳定跟人的安全是两件事情 那这样讲起来 台湾有用像弹簧那样子的避震方式来造房子吗 地震带的地方有两种地震波 一个是上下震 一个是左右震的 对 那如何去预防这个上下震的一个地震能量呢 我们的设计是使用我们的隔阵电 使用隔阵电在我们的地基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效地吸收地震的能量 让上面的人比较不会摇晃 而利用制震机的方式 这边有很明显看到我们有左右的这个 弹簧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有效地吸收左右晃动的一些能量 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跟巧思 让我们的地震可以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建筑主体 本来是这样 本来是这一题我就没拿到分了 对耶 所以现在的比数也已经出来了 Cashman 是的 恭喜柏园跟薇薇赞成平手 耶 谢谢 谢谢 承认 承认 谢谢 生活踹科学 生活大小事 踹科学帮你走点子 来 柏园 今天我来问问你 你知道为什么要防止共振 当然知道 因为我们台湾很常会地震 那如果说我们好好的防止共振的话 就可以避免地震为我们带来的危害 再问你一个 台湾最厉害的制震建筑 你知道是谁吗 叫台北101 这还用说 我跟你们说 去台北101 一定要到87楼去参观一下 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金球 还有八根阻尼器 就是要防止地震用的 讚讚讚 真的知道 那再问你它的防震原理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 就是 可是 科学妹 我没事爱你 好 认识101的制震奇迹 大家好 我是台湾三世 天阳正事好 嗨 科学妹 科学妹 就是 刚才薇薇有问说 101里面不是有大金球 跟阻尼器吗 它的地震原理是什么 它跟我们之前在介绍的这个 钢柏共振 有一些些关联 当有这个地震跟风力的外能 来清洗这栋建筑物的时候 会让中间这个大金球 跟着开始晃动喔 这一个是指 没有加阻尼的一个一般结构 而这两个是有 而这边是加长阻尼 这边加短阻尼 那我们来晃动看看 比赞 比赞 他也在挖了 好 开始 不 第一个就倒了 真的耶 你看 果然是没有加阻尼器的 咻一下它就掉下去了 这样是不是代表 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物 它下面的这个直板 就是可以去分散共振的能量 是的 完全正确 这一个101大楼的这个金锤 就好像是这一个建筑物里面下面的 这一个阻尼震荡一样 当101大楼 受到外界的这个风力 跟地震的能量的时候 这一个大金锤 也会跟着摆荡起来喔 然后会吸收外在的一个能量 而让这个建筑物的这个主结构 不会有很明显的晃动 这个指锤啊 你竟然会做这种有长啊有短啊 是不是代表这个蛋白 它的长短也会影响它吸震的效果 是的 就像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温室蛋白的时候 是 长的白跟短的白 它的晃动频率是不一样的 现在先示范一下 这个晃动块的一个状况 很明显的看到晃动块的 中间那一个它的一个 阻尼摆荡的能量是非常的明显 对 有把能量有所吸收 看一下晃动慢的状况 晃动慢的状况有没有发现在 镜头的左方的那一个小人 感觉晃动的没有那么厉害 而中间的那个小人晃动的 比较严重 这个直白它吸收了更多震动的能量 冰雪聪明 所以 101的这个蛋白的长度 也要经过严密的计算 才能够去设计出来的 这个蛋白的长度呢 要跟这个结构的自然频率相一致 当101结构受到外在的风力 或是地震晃动的时候呢 那里面的大金球会产生共振 而开始晃动起来 加上大金球四周的阻尼器 透过拉伸或压缩一起吸收大楼的震动能量 除了减轻大楼晃动的程度 还能耗散震动能量哦 就像是车子的避震器一样 这样就可以吸震了 对不对 是的 真的是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才敢盖101大楼 这么高的楼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们真的都不能小看它 对啊 今天认识了这么多之后 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观察 我们四周 有没有哪一些避震装置 是我们都没发现的 是啊 今天非常谢谢太阳单式 谢谢科学 谢谢 那我们下个礼拜 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科学等着大家呢 蔡哥学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